四千五百年前 国家证实设立机构 教化人民 从哪里教起呢 从怀孕教起 这太教 这是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根本的教育 就是杂根的教育 从出胎到三岁 这一千天 这是杂根教育 谁教的 母亲教的 所以在中国古里 母亲就太伟大了 现在有很多人误会 说这个女子在中国社会 是被侵蚀的 大错大错 这不都是输之过 冤枉了古人 中国对妇女 有教育 对妇女的重视超过男子 你看古里里面讲的 丈夫 你能不尊敬你的妻子吗 你的妻子 她的使命 是替你们这一家族 养于下一代 你能不感恩吗 你能不尊敬吗 你不尊敬她 就是不孝父母 不孝祖宗 这话是不是多重啊 对待你的儿女 儿女是你的祖宗接班人 你借你的祖宗 他借你的 你要把他断掉之后 你的家后代就没有了 话说到这个地方 历史上都用周家的三太 做榜样 三位大圣人 太将 太任 太四 太将是文王的祖母 太任 是文 是文王的母亲 太四 是文王的父人 叫三太 以后 先生趁 妻子为太太 连古从这来的 太太是圣人 他给你养的儿子 文王 武王 周公 都是孔子心目当中的 一等的圣人 哪里来的 母亲交出来的 女子所负的这个责任 向父教子 你家里头 能不能处贤人 能不能处圣人 关键就在父女 妇女的使命 比男人的手 大的太多了 顾驾游圣贤 从哪来的 母亲交出来